本土确诊在暴增240例 双北三级警戒确诊都破版 侯友宜喊话进入整四级 其实市长已经把他 视同整四级的方向来潜力 拜托我们的企业 能够在家里散搬 就在家里散搬 该停搬也可以停搬 若企业自主停搬 侯友宜呼吁工资应该要照给 地方政府超前部署自救 但若民众确诊 苏仁昌竟然要确诊者 若不是重症 就统统呆在家 或是自己吃退烧药 还说自己会好 让民众气炸 是疯了吗 叫我们吃退烧药 那万一传给别人怎么办 那简直是神病嘛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太过分了吧 已经是新冠疫情的话 怎么可以吃退烧药 太扯了 这个政府没办法 确诊连续破百才第四天 竟然就要确诊者呆在家里 难道医疗量能已经出现大危机 又是胡说八道 这是表示你自己没有那个量能 对不对 才一开始 然后你就 整个医疗体就撑不住了 那不是要叫方舱医院了吗 偏偏方舱医院中央部点头 新北改征调集中检疫所 台北则是要征用大型旅馆 好消息是快筛展的阳性率有下降 今天做到现在是4.7% 只要大家停止不动 活动活性下降你知道吗 显然是这个战术是有效 把超前部署挂嘴边 大内宣的蔡政府 现在要确诊百姓好好待在家 双北拼自救 要靠自己守住疫情 记者程序一程进入台北 双波动